大家好,我是阿虎 好久不見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忙 所以可能也沒有什麼東西要用 所以就沒有什麼拍影片 現在已經4月底了 就要5月了 其實前陣子就有點累了 所以像 也沒有什麼東西要換本 因為我風速就還蠻多要在弄 所以就 其他東西也就沒有弄 反正就工作忙沒什麼沒有 那現在有些風速都已經 之前假接都已經陸續出芽 像這個紅獅子 這個出芽 還有這個日地山 有些今年假接成功 算起來應該只有成功一半而已 大概50%的機率 假接 就 有些還是 沒辦法接過 可能是那個 買來的母素 那個 養分不夠強 好 那這個呢 像這個比較早 就是比較早出芽了 然後我已經換過盆 我已經把這個它切口 它這個假接的地方 都已經把它修過 那有些像這些 才前陣子才換的 好 那個就沒有修了 因為我怕它就會脫水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拿那個 剪下來的根 再來接清風 好 這個都已經長成這樣 好 所以 根接 就可以接看看 好 要拿那個彎曲的根來接看看 好 主要是這些東西 那我又剝 之前剝這個櫻花種子 櫻花種子就很討厭 那個螞蟻 螞蟻一定會來吃 所以這邊原本都在發芽 結果又被螞蟻吃一吃 又又掛了 現在也不知道剝哪幾顆會發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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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個時期就是培養嶺 然後我前陣子又拿來批清風苗 所以我現在把它種一整 然後這個就是太晚種了 我就整個種一整盤 然後它那個狀況也不是太好 所以看不知道 現在你看到一半幾乎都黑掉 然後這個是之前就是那個架尖 架尖上面剪下來的 然後牽插 然後我已經把它的蓋子打開了 我現在就放 它這個地方都會晒到太晚 所以它 我應該已經有一個禮拜了 所以它也沒有全部脫水 它從這邊 我上次有從這邊拔一根起來 已經有長根了 所以它這個像這個長這麼高 我猜它應該有長根 然後這個前面這邊的 這邊的可能還沒有長根 我覺得 所以我就反正它現在晒到太晚 也不會脫水 就不管它 大概是這樣 其它的也沒有什麼 真的就沒有什麼東西 還有一些 這邊有的 我之前換過盆的 然後又 反正蓋子都打開了 這個 我種的多囉 像這樣 然後配上小盆 大概就這樣 我們影片就到這 剩下的就是一些 還有一些雜木可以換 其實已經有點熱 除非我們 除非那個梅雨真的有下下 要不然不太能換盆 那梅雨 像前幾年都沒有明顯的雨季 所以有些東西 就一脫 欸 又不能換 啊 真的到六月都不能換 那個會 就會脫水死掉 像之前去年 我 很多架接風速也都是 這時候換盆 結果它架接出牙 我就換盆 結果 結果那些就死 所以 換盆 要看一下 所以 梅雨季到會不會來 今年 今年 梅雨季 不知道 就這樣 OK 好 拜拜